HELLO 又來到商駱匯 光比較藏眼 很曼太陽 所以我們要戴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也有任裸 有任裸 上次說任裸袋 這次有任裸 留意每一集任裸都有其他東西 你下次安排在金譜 你在金譜做是否有任裸 我們希望盡量 我們這個節目 盡量在不同的機構 機構 店舖 店舖 我盡量安排 好的 商駱會繼續談談籃球話題 我們最近最熱門的是 談談籃球精神Michael Jordan 因為大家都看《Last Dance》 不如再介紹兩位嘉賓 好 先摸發眼鏡 真的要 太陽眼鏡 很習慣 大家介紹 空襲派 會打靶 會槍派 籃球場沒有人認識他的通緝犯 他是學歷 福建 亦是我們香港隊的球員 劉華開頭 大家好 大家好 他說Jonathan應該接近這個神 因為Jonathan六尺六寸 他也六尺六寸 不過他不太認識這麼大 還有 還有 南球字典 餓老死 阿葵 好 我們上一集說了 大家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如何認識Michael Jordan的人 都說了一點 不如今集我們來講 很多人都說 Michael Jordan兩個王朝 總之加上拿了六個總冠軍 如果沒有隊友的配合 根本是拿不到 Jonathan自己這樣說 其實隊友很重要 當然 你要找出色的隊友 要配合到你 又願意那隊友分享給你 都是難找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都認同 你沒有這班隊友 其實他們拿不到總冠軍 也是 其實 尤其是 除了隊友配合 甚至是Jonathan扔球球給你 也很大壓力 你拿球 你真是死定了 真的 這個 對隊友來說也頗關鍵 俗語也有說 對 對 就是 俗語不是中文 你是鬼仔 我想這傢伙會說 俗語說甚麼中文 只是白書 只是白書仔 好的 繼續 說完 還未得自己 要跳活 繼續說 不如讓阿彤先說 其實要回到他身邊一群出色的隊友 對 因為兩個年代是不同的 對 第一個王朝可能是BJ Armstrong 你知道嗎 John Patrick射手 兩個都射科 其實你會知道BJ Armstrong 為甚麼 因為他其實是Derek Rose的經理人 對 因為他現在退休後 他是做經理人 然後阿彤說Derek Rose的經理人 好可憐 後來第二個王朝的人 有Dennis Rockman 然後有Steve Kerr 沒有 Dennis Rockman 阿彤出了名 在球圈 我認識了很久 乖到離譜 我沒理由你認識Dennis Rockman 他有壞孩子 壞到離譜 球場上壞不重要 是嗎 怎麼這麼透徹 當然 球場上壞 作用就大 小心點說話 他在說我 哪裏壞不重要 你是哪裏壞 你是球場內的暗 他在哪裏壞 他在哪裏壞 我先試試 你的技能也壞壞了 親戚朋友不要看這個節目 很可憐 你會說樂文嗎 你先說吧 其實我覺得 樂文也是跟我打同一個位置 我記得 我跟他打一對 你跟他打一對 你是北韓嗎 跟他打一對 對 即是在同一個位置 其實他拿籃牌的功夫 其實真的 可以作為一個教材 還有 各位剛才也有說過 球隊其實 我只有一個 每個人都說要自己得分 他就正正展示到 我只專注於拿籃牌的工作 防守這個工作 你覺得他拿籃牌有甚麼行動 你平時的福建 那些籃牌的詳細 因為你高而已 你比我高到六圈 你新高的手都拿下來 那我也有甚麼位置 幸好是不同的年代 你學到甚麼 你有沒有染過法 有 有 你先不要說染法 蝦笑 那太誇張了 不會 不如跟你下次申請一些預算 把蝦吃到後面 你說一下 學到甚麼 是 羅蘭板一定要揹 還有 剛好很多都帶出了 就是身高 不是一個 羅蘭板必然的優勢 是 因為 羅蘭板也不是很高 六七七八左右 但是 他出來的數據 其實大家都知道 真的要 羅蘭板也有一定的功夫 不是就走過去 或者 扭跳高 就是 我記得 Roman曾經說過 可能你也聽過 他練球時 他不會去參與 練球時 是在男底 周圍看 平時射球的弧度 而他估計 你到時的樂點是甚麼 他去搶男板 他原來是這麼勤力的 他有做功課 他不是說 他會有研究 我有研究 一件事 我會研究剛才那條問題 但是 他去研究 那些隊友 射球的弧度 但是 那些隊友 如果全部進去 沒有男板拿 但是 如果隊友 整個球彈出來 其實真的不知 四方八面 這一刻我就覺得 要服他 其實很難估計 還有 我經常覺得 他講了樂文 其實這集不應該講樂文 應該講Jordan 但樂文真的有很多話說 尤其是 不要緊要我們講隊友 我覺得 你遇到打架 樂文那個位置 你不發覺嗎 他跟人真的撞到九彩 對啦 對啦 他試過 你看那些片 他對著O'Neill 他都揹到O'Neill 他都要死 如果你說馬龍 他剛才說 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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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身 看誰起身 有一段片 踢到上去前場 我覺得 他是 要學會打架 否則他很難打 打個位置 有一個最主要不同的分別 我想他可能會清楚一點 現在近十年八年 都是偏向在一個射三分為主的年代 現在 九十年代 其實都很圍繞著那個藍底 以前有四大中鋒 以前還有一些很dirty work的球員 Oakley Anthony Mason Dale Davis 有一班 都是一班硬漢 在裡面 你要站出來 在當年的東岸 那班人才仔仔的大隻佬 你要突出 可以一場拿二十個籃板 可能八個正攻籃板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公留也好 Jordan也好 第二個王朝 要多謝不是Rockman Rockman 一定要多謝 要多謝活實 訓練了一個這樣的人 剛才Grid說的那些年代 在那裏訓練出來的 全部都是泥水佬 你看到那個玻璃 我很多年前 我很多年前在紐約看球 他退休 為何我會覺得好笑 其實他已故 我記得Mason已經走了 突然間Sport Lite 有一節停了 紐約的主場 射到其中一張椅子 看到他的黑人球員 黑媽媽 還沒有穿球衣 不是怎樣認得到 當然 Lance是他 然後我和我的朋友 他是Mason 為何我這樣說 他是霸了兩張椅子 坐 他是坐兩張椅子 在觀眾席 他不是肥本而坐 那段已經肥本了 說真的 Mason是很健康 很健康 在那時打球 但是他應該暴飲暴吃 然後他坐在那裏 他是Mason 他真的坐了兩張椅子 又多 壓住了 如果你和他打球 你怎樣揹他的位 我覺得真的很難 你最欣賞他的隊友 哪個王朝 都可以 欣賞他的隊友 反而我會覺得 以前的隊友的角色很明確 你當是Phil Jackson 在整個架構內 他會放一些很特定的球員 在一些特定的位置 即使是第一個王朝 第二個王朝 你其實可以比較到 例如第一個年代 是一些 例如Bill Cartwright 你剛才說的 去到後期 你可能第二個王朝 你會有些 Longley Wennington 這些角色 第一個王朝 你可能會有John Paxton 你剛才說 第二個王朝 有Steve Kerr 當然 他其實會有一些很特定的要求 對於一些位置上 他可能會要Jordan和Pippen 即是要有兩個anchor 在一對球 但他的六頁都有些特定要求 所以我想 其實 反過來 我另外會覺得 古高是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其實以當年 一個歐洲球員 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以一個歐洲的球員 在NBA蠟燭 其實是非常難 他的歷史 你這樣提起 我很記得 古高志其實是一早簽了 但他說他希望在歐洲 鍛鍊多幾年 先進去攻留第二個王朝的體系 我記得 1992年的巴塞羅蘭奧運 其實古高已經出來了 那時是黑羅地亞王朝 而黑羅地亞偏偏 就是那年的奧運 偏在跟美國隊同組 然後最好笑的是 他們其實知道 這條 我想說謬 說出來 就是說古高志 其實這個球員 將來就是公牛 未來一個球員的要員 但那時跟他好上一課 我記得古高志說一件事 他說 左燈是厲害的 我都很害怕 但他最害怕是誰 他最害怕是柏斌 因為覺得柏斌攻到之前 他的防守很厲害 他說他未試過 遇過一個防守球員 因為他們同隊練球 他說怎樣搞都搞不到柏斌 就是攻不到他 你想打球又來 你想敗後籃又來 可以 我很記得古高講了這些 還有這個球員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他真的覺得要打幾年 先浸淫一下 先進入到公牛路的王朝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王朝 他是一個重要的要求 是一個基石 對 你猜猜過甚麼 為什麼我會欣賞他呢 其實我也是看回 他之前說他們的歷史 會發現原來是當年Dream Team 1 對黑羅地亞的時候 原來Jordan和Pippen 是大家站出來說 我要記錄股高 我要記錄股高 因為又說一點歷史 就是股高當年是 已故的Jerry Krause 當年如果有看The Left Hand 大家都會知道 Jordan和Jerry Krause 是有點不一樣的 Pippen也是 所以更加對Jordan和Pippen來說 其實不是對股高 也是當是一個訊息 Jerry Krause 這個Pick可能是對或錯 這是要看他往後的發展 當然到後期 股高都在公牛叫做蠟燭 他們當時改他的發展 叫做歐洲魔術手 因為以他六尺十一 有能力帶波 又有射波 其實在那個年代是很少 你很少有一個stretchfall 可以在一個90年代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想你講到後期 可能要去到奧當 那些才可以有這麼高 亦有大波能力 你讓我先講 因為你講他的口象 很久還沒講完 如果你問我最欣賞哪個隊友 我反而喜歡眼鏡射角 Horace Grant 半章 因為剛才Crick也講了一個問題 Phil Jackson就是 他喜歡把他的陣 是有特定的球員 其實我會覺得 第二個王廠的Dennis Roman 其實是相對於第一個王廠的Horace Grant 你去幫忙搶那個藍版 你去幫忙搶那個藍版 你先講完再拼 你這樣 因為我當時很欣賞格蘭 就是他有一個很貪功的球員 他也是同一個目標 就是Jordan Freeman去攻 我可以幫你搶 他進去的球 其實當時沒有什麼中距離 全部都是男帝 後來去魔術隊 從他開始才加分 射的球好一點 但是他不斷搶 他正在做那個角色 這就是公民王朝 為何能取得冠軍 就是教練如何 讓這群球員有自己的任務去做 這件事我就是欣賞的 其實是的 你說教練或整個球隊的配套 配合得天衣無索 他也很出色 你們每個人都只顧Jordan 我做個眼鏡 就已經搶鏡了 有人認識我 但如果你說那個影響力 不過很難去比較 因為眼鏡經常在頭三 即是第一個王朝 是一個很重要的四號位 很重要 真的嗎 還有你再想想 要數四號位 只剩下Stacy King 那時候有 Stacy King 接著有個叫做 李榮士頓 出來三四號位 五十三號 五十三號 另外還有一個William 那個很大的 Scott Williams 四十二號 這三個其實都是在浮流 這個三四的位置幫他 但主力真的要靠他 但你說第二個王朝 樂文的角色 我真的找不到 有 記得有一個後來改名嗎 達利 Bison Dale Yes 好像後來 Brian Williams 是的 但後來好像有些問題 因為我記得當時 有人說他腦筋上是有些問題的 但現在 你說還是不是這個世界 我都不是很肯定 但這個 正正就是 樂文不行 因為記得 第一個 他們第一個王朝 拿完第一個冠軍之後 記得樂文正身 有失效過 他由 Like 轉Converse 那段時間 他是 很有達力在那裡 支撐著那個四號位 否則 也是死的 因為我很記得 我沒有記錯 第二個王朝 最後兩個爭管 都是和猶他著事爭 是的 沒錯 達利有時 樂文不行 達利就要頂 他要頂 誰 他要頂 卡蒙恩 但達利有件事 比樂文優勝了一點 糟了 我說拍 怎麼說達利 就是達利有進攻能力 他比樂文更善於 除了頂位防守 他可以藍底偷到他的球 上藍的球 樂文說真的 有時他真是在玩東西 男女真是在炒給你看 他見過 摘角波上去 最慘的是什麼 他截完自己拿回去 背後 無限的進攻男犯 他壓數據 是的 但當時 其實有很多 在Jonathan身邊 圍繞的人 實在是太多 但我也是覺得 那個影響來的 令到那幫人 真的發揮 你可以說拍拼 還沒有時間 對 拍拼說兩句 如果你說拍拼 我呀 誰人都知道 就是一個 其實他得到分 但他甘心做儀閣 躲在後面附載 但其實你想想 在第一和第二的王戰會之間 因為Jonathan退了球櫃 那裡沒有球櫃 他沒有位置 其實拍拼是揹起了一對球櫃 但他也應該深知自己 不是Jonathan的材料 那兩屆他真的帶領不到公偶 拿冠軍 還有跟Phil Jackson的關係 有段時間很緊袖 就是古高入了隊之後 大家記得有一場球 他飛了一張椅子出來球場 就是因為 說Phil Jackson最後那個 Large Shock 為何要比古高 不比他 我是大哥 那時候 Jonathan不在我還不是大哥 對不對 但當時拍拼真的很不開心 但之後我猜 又是兄弟情流 當Jonathan回來之後 你記得拍拼做一個動作嗎 是一場球場 就是他知道Jonathan復出 他舉起了鞋子 他自己有自己的等牌 但他特意取到Jonathan出來 那裡我不記得是幾度 十代 十代 紅白色的 下面有飛人動作 我看到這個鏡頭 那個鏡頭 即是他 他說我大哥回來了 我們再可以 一起 和他甘願 由當時的大哥 他其實屈到可能是二三 因為還有古高 其實在說古高的功力 你這樣說 應該說 又是一個很好的櫃筍 櫃著五個人 別人防守 不用說了 很多年都是一隊來的防守 加起來有一點點 古高的功道 但是古高有弱點 就是他有高度 但是他防守力差 很多時候是公留一個死員 很多球隊的教練都不攻 這是一個缺點 但是反過來 如果柏斌 防守力幫到手 可以 你也知道 他真的撲到那些球 無端端飛到球 我為何這麼專注 因為Jonathan是神 神不可能是蝕中 我唯有喜歡二哥 我真的覺得他做了很多數據上 又表現得出來 但是數據以下的 其實你看他打球就知道 因為我很奇怪 我那個年代打球 當時阿屠是後現代的福建 我是早現代的福建 我周邊很奇怪 我都在說 你下午都喜歡Jordan 誰不喜歡Jordan 打球 但我很奇怪 當時我身邊大部分的隊友 都喜歡彭北 所以現在的話題就是 大家都打壓拍分不低 就是當年他一直都吃著最低的 第十二三百萬美金 比古哥還差 那些人都不低 大家是怎樣看的 幸好他轉了隊 四倍轉了隊 轉不過頭不會射 也就是你這樣說 所以他最後兩年回去公牛的時候 Jon Paxton是簽了差不多兩年一千萬 對 就是叫尾湖 你也知道彭斌的私生活都比較 怎樣 也有很多居住家要養的 好多知名 不夠Sean Cam多 Sean Cam多 Sean Cam有二十幾三十個知名 不知道 Sean Cam就是誇張 也是十個 下一個居住家 下一個居住家 第二居住家 有爸爸 好厲害 沒辦法 但沒辦法 如果要說 真的 像阿桃說的 球場一個人 球場以外 又是另一個 阿桃當然沒話說 阿桃又落水定身 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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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回眼睛 阿桃 阿桃 這段不是事實的 好嗎 下集繼續說米高Jolling OK 拜拜 拜拜